升纲叛毒,巨额均购一再拖,美国收钱不交货,台当局被招傻子,作者徐伟 美国对台湾军售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交易之一 一般来说,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本来是天经地义,干脆利落,两不相欠 就算卖方一时未能交货,又或者买方资金未到位,经协商同意都可以分期付款,保障双方利益 如果卖方已经收到货款,但一拖再拖,迟迟不交货,就是典型的无赖 而买方对卖方的行为密密忍受不敢出声,可称为水于中的极品 美国对台军售就是这样的出闹剧 硬见台湾从美国采购的66架F-16V战机,首批交付时间已过期一年 但美国方面一拖再拖,等到蔡英文都下台,仍然迟迟无动静 台湾联合报5月20日发表评论文章,指责民进党当局要强化军购专案管理 不要再当海子,即是傻子的意思 这宗军售的时间线,从2019年8月开始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肯执政判其宣布一轮对台军售 民进党当局先前希望求买而不得的诸多装备,也包括在清单里面 美国爸爸竟如此阔卓送大礼,小型政府就算是傾家荡产也要爆买支持 于是立即偏制有预算采购,向美国军方商设了豪华订单 时至今日,倒内媒体发现原来当时民进党当局花大钱采购的天价美国军备 但迟迟未能交货 其中为采购66架全新制造的F-16V战机,台当局量身订造了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 通过总额2422亿新台币的奉长专案特别预算 台湾军方十足信心地声称 按照计划,美国将在2023年交付首批两架F-16V战机 2026年度再去全数交付,但理想很丰满现实狠骨感 原定去年就要交付的第一批战机 交付期已拖到今年的第三季度,进度落后整整一年 即是说台湾当局支付了巨额订金 直至5年后的今天,连一架F-16V战机都未见到 以这个进度来看,美国根本不可能在原定时间内全数交货 其实早日台湾退役领指出,因为军备频繁更新换代 美军武器迟迟未交货,恐怕已经过时了 在战场上已不符合实际需求 民进党当局花了天价,却买了美军过期二流装备 指探毒印伤脑已到指伤感人的地步 虽然台当局反复吹速美国按时交击 但美军方认为,不能为了赶进度而牺牲测评 否则必影响未来的服役安全 甚至更大条道理表明,武器交货延误已是全世界普遍现象 并不是唯独代博台湾,台方应该预意配合 买方指管准时收钱,但没有障碍按时交货 买家催货更是买家错,美式无乃思维真的令人炸舌 花旗国奉行的契约精神去了哪? 更可笑的是,由于美国对台湾军售大多通过美国政府海外军售模式 台湾对美方的违约行为并没有任何约束和处罚条款 经常将民主挂在嘴边的前领路人蔡英文 当他大手不挥货纳税人的血汗钱,接受美军方的不平等条约的时候 又有没有问过台湾民众的意愿? 而新所任的乃清德又不会敢向美国追货? 美国对台湾的所谓安全承诺,港澳底只是只顾赚钱不负责的空投支票 而乃清德就任当日,大陆接连出招 合共制裁了15家有份对台军售的美国军火箱 会否令交货期更遥遥无期? 如今民进党当局在财困的情况下 还心甘情愿向美国加无谓的巨额保护费 而将民生问题抛住老后 这样的政党是否还值得台湾民众信任?